可是我現在有一個問題 我想問一下 我是處女座 處女座 我媽媽也是處女座 還跟我的說 沒中就定 算命成癮 生活大小事 都要問老師 好 問老師 答一下 對 是我 因為我之前 我來台灣之前 我從來不會相信算命 或是那種看星座的東西 我覺得這個是 可是我來台灣之後 我發現其實我身邊的朋友 都會看好日子 都會看星座 都會問老師 然後我台灣的朋友 都一個一個來給我介紹 就是要去哪裡算命 就比如說什麼 妳喜歡誰 要去看合不合 後來我又覺得滿好玩的 所以我現在就是真的 我那時候起床 我一定會先看 今天的那個星座 對 今天的星座 農民麗 外國的朋友也會看了 對啊 而且就像很方便 就讓人打開 你要會訊息 然後它上面不是會跳出來 就是今天那個星座 所以會化大財 台灣有個毛病 他會先看 比如說先看今日星座 對 如果沒有看到準 今天很衰 對 看到我一個 我今天很大好的 適合 我出滿了 妳自己是什麼星座的 我是雙子 妳是雙子 雙子 妳是做一個什麼特別的地方 妳現在對於雙子的瞭解 就是很好的 都是好的 都是好的 妳要不要講 都是好的 妳說他都好 沒有 我跟妳講 我真的要講 還有小年完美 可是我想要有一個問題 我想問一下 那個張立東是什麼星座 張立東 妳要跟他講 不要跟他講 突然 突然這樣 想要立星座 九星座 妳說妳就完了 妳要算命嗎 九月嘛 她沒有邏輯耶 對… 因為老師拿到說 就是我們滿合的 我要上確認一下 Double Check 妳來算一下 Check Double Check 老師說妳跟張立東很合 妳確診了嗎 立東跟達夏 我是處女座 處女座 她說我女生笑 我媽媽也是處女座 然後醫生 我媽媽是好好的 她媽媽曾經送過寶物 張立東跟達夏 妳們就這樣兩個在一起 然後張立東我要跟你講 這是事實… 你知道我小時候 不是 我小時候 我有一個初戀 我跟他… 我跟他就是他想很久 然後我一直喜歡那個男生 然後想跟他做好朋友 他也是處女座 然後他就… 那是什麼英雄 而且他的英雄力是什麼 你說他就是我的手 那一張注定 那一張注定了 我覺得我們現在是真的找一個老師 現場算一下 合盤啦 八字合盤 我覺得要找一個精神老師 真的 宇舍 真的 遇到二樓師沒折 要找精神老師好不好 我們趕快提神老師 我在火車站 然後就是我心力很大 心力箱很大 我就請一個 就是幫我推車的那個人 幫我推車 然後他推的時候我就覺得 好 我也要跟他慢慢聊天 旁邊開始的時候 我就問他多少錢 他跟我說500塊 我就OK 好 然後這樣跟他聊天… 然後到了我的那個車廂 我就跟他 我就想說 這個人這麼會聊天 我跟他1000 不用招錢 我就拿1000給他 他就說小姐2000 蛤 因為他就是一直覺得 我很好騙 因為我會跟他講話 因為從來沒有 我很好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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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嗎 只是要動用幾滴眼淚 就會深陷 週一至週五晚間九點 週年綜合台 同學來了